究竟便宜有沒有好東西呢? 今日和大家比較五款五百多元以下的真無線耳機 除了性能 還會實試連線音質再做運動去試一下配戴感 如果想看多些不同類型的評測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通知鐘 今次要和大家介紹的分別是Jabba Elite 3 JBL Wavebox JLab Audio Go Airpods Soundpiece Air 3 Deluxe XS Sony WFC500 最低價錢由160到550元 想知最新報價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看到 這五款都是支援藍牙5.0或以上 亦可以左右獨立使用 首先講一下Elite 3 它是Price500多元的True Wallis入面排第一位 證明就算它已經出了兩年 都仍然很多捧場客 Jabba這個牌子應該都不用多介紹 耳機連線穩定 而且價錢一向都好均真 官價賣559 街價大概300美就有交易 充電盒死死方方 手感都不錯 開山盒蓋都好順手 它有四種顏色 分別是紫色、米金色、軍藍色 以及我手上的深灰色 採用入耳式設計、實體制操作 每邊重4.6g 連接方面支援aptX及SVC 採用藍牙5.2有6mm動圈單元 音質方面Bass是有力的 聽起來都有包圍感 高音聽得舒服 後半部還有實測可以親意聽聽 之後要介紹的就是JBL Wavebox 其實我最初都不太明白為何它沒有蓋 真實用完才知道 這樣就可以單手拿出來 其他設計都是一隻手開蓋 另一隻手就要拿耳機出來才搞得定 充電盒做工不錯 不過手感上就有少少線 而價錢方面 行貨最便宜300元有爪 有黑白兩隻顏色 以2023年推出再加上之後介紹的SPEC 都算挺划算 採用觸控式設計有8mm驅動單元 支援藍牙5.2以及SPEC格式 單邊耳機重4.5g 它的高音會沾一點 人聲會立體一點 不過耳樂就不是太突出 之後要介紹的JLab Audio Go AirPort 總共有6隻顏色 價錢買最便宜100美就有了 我都好同意用家評價 它是百多元粗用的首選 就算跌了都不肉痛 不過它的佩戴感都幾有驚喜 待會做運動時再講一下 規格方面 用藍牙5.1採用SBC連接 有6mm動態驅動單元 每邊重3.9g 我拍照跟Elite 3差不多 但就沒那麼實正 以及耳機盒底的USB充電器 我就覺得有少少雞力 如果是Type-C就一定會加分 它的Bass沒那麼重 尤其原音 高音會少了高昂感 是5款入面相對細聲 接下來要介紹的 它是SoundPeace Air 3 Deluxe XS 它有最多支援音訊格式 而且是這麼多款之中驅動單元最大 有14.2mm 還有唯一一款有ANC 有四色選擇 分別是黑、白、粉紅、粉紫 佳價賣近300美 黑色和白色都齊貨些 其他兩種顏色最好買之前去問問有沒有 充電盒的令面設計都幾有鋼琴感 但就比較疑似手指毛 它支援SBC、APTX、APTX Adaptive、LDAT 基本上Apple和Android手機都會有不錯的音源 而且還有Hi-Res Go保真金錶認證 採用藍眼5.2 一打開蓋就已經自動連接了 而且又進來以自動偵測 隨便會暫停 帶回便會開始播了 不過都發現了一個比較怪的設計 耳機在盒子拿出來要反轉才可以戴上耳朵 不過相信你用慣了便可以 它的音量是最大聲的 低音最重 原諾有拉一下的感覺 不過高音就有少少 如果你推大些就會炒的感覺 之後還有Sony WFC500 其實它是五款SPAC之中最中規中矩 官網賣999 但這一刻街價500鐘就會有 有黑、白、青藍色 還有我覺得這隻很顯白的橙色 充電盒面用上了磨砂設計 開合位是五款之中最實正 整體手感我就最喜歡這款 採用實體制操作 5.8mm驅動單元 支援AAC、SVC 亦都有DSEE 有藍牙5.0 而聲音方面整體低頻夠力 不過原諾聲就沒有Sound piece那麼出 空間感會多一點 聲音亦會圓一點 都知道大家很怕這個價位的連線 會不會斷斷斷斷 我都帶著它們上班下班的時間 去搭地鐵 五款都沒有試過斷 另外我們都在室內周圍 試試它們的穿場表現 大家又看看賽果會是怎樣 見到一開始直路的時候 大家都好穩定 首先脫線的A3 Deluxe HS 之後就是最便宜的Audio GoPro 都堅持不住一起斷了 我們見到其他三款都還是叮當碼頭 一轉彎 Wavebox都捱不住了 哎呀 想不到沒有一款過到這個彎 神奇事情發生了 WFC500首先有訊號 緊接其後的就是Wavebox 嘩 門口都過了 Audio Go和A3 Deluxe HS都連不住了 不過我們看到其他三款都還是咬得好緊 過了第一道門 WFC500好像斷斷的 但都堅持住 我們再過多道門 嘩 Elite 3 開始沒力了 Wavebox都不行了 最後最遠距離的是WFC500 欣賞完這麼精彩的龐術 相信大家都對聯線效果有多些想法 我們現在再聽聽音質 我們回家啦 愛上一個人真的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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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 感情是旋轉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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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再試試通話質素 Testing testing 1 2 3 這個是Jaba Elite 3 它總共有4個收音咪 不知道你們覺得它的收音效果會如何呢 Testing testing 1 2 3 這個是JBL Wavebox 它有1個收音咪 不知道你們覺得它的收音效果會如何呢 Testing testing 1 2 3 這個J Lab Audio Go Airpods 它有1個收音咪 不知道它的收音效果又會如何呢 Testing testing 1 2 3 這個是Soundpiece Air 3 Deluxe XS 它有4個收音咪 不知道它的收音效果又會如何呢 Testing testing 1 2 3 這個Sony WF-C500 它有1個收音咪 不知道它的收音效果又會如何呢 而配戴感方面 Eleet 3 戴上耳都不是很有負擔感 要做指令的時候按上面的實體鍵 對一些喜歡實實在在有物理回饋的用家就適合了 而Wavebox 戴上耳就覺得有少少不穩陣 應該是因為耳膠太遠 所以頂得不夠實 剛才都說了 Audio Go Airpods 戴上耳都幾有驚喜 好夠穩陣 因為它的耳膠材質比較挺 都幾有安全感 Air 3 Deluxe XS 入耳式的設計 我就覺得差點安全感 不是很夠聚 如果女生要帶來化妝就很容易整跌 最後 WF-C500 耳感 都是一貫Sony作風 都很夠安全感 如果要做運動 我就會選Elite 3 因為帶著穩陣 而且它的Bass 都很夠力 聽著Upbeat的歌都比力我誇大一點 而穿行方面 Air 3 Deluxe XS 輸了馬備 一次充電只用到5小時 而最好的就是Wavebox和Go Airpods 都是用到8小時 這個是5款耳機的重點規格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500元以下的True Wireless 你們又覺得怎樣 歡迎留言跟我聊聊天 我每個留言都會看 記得CLSS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